我是朱祺 是艾靖的展览的策划人 后天这个展览就要开幕了 我们今天在这布展 几个月前艾靖他说 他有一批很有意思的作品 是关于四川地震的一个题材 他说他在那段时间花了很多心血 做了一批作品 希望我去看一下 后来我就去看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正好他说要做一个展览 我说那就不要拖到明年做 今年就这么好的一批作品 赶快把它尽快地呈现出来给大家看 后来就决定这个月就开始把它做出来 就像唱歌 你唱完这句了 你不能说我刚才那枚唱好的 其实艾靖他早就是个艺术家 因为他在十年前就已经是中国现代城市民谣的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 我觉得他跟其他歌手不一样 其他歌手可能就是一个唱歌非常不错的歌手 那么我觉得艾靖他是一个艺术家类型的歌手 因为他的很多就是歌曲或者歌词都是自己创作的 其实他是一个创作型的一个歌手 那么我觉得他的歌手 他的歌手很有很有文学特点 那么其实我在十年前就认识艾靖了 那个时候就是 其实他已经在开始画画了 那么可能就大家不知道 他并不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画画 他其实十年前就已经开始画画了 那么所以就是说 对艾靖他的就是可能以前更多的是借助音乐来就是表达他的艺术和情感 那么现在就是我觉得只不过是换一个媒介 那么但是对艾靖的一个基本身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他本来就是一个艺术家 第一次看这批作品 我想我首先是被他的颜色色调吸引住了 因为艾靖其实非常谦虚 他一直在电话里说 他说我以前没有专业学过绘画 我画得不好 但是我后来 但是我第一眼看他的这批作品 我说其实你不用担心 我说你的颜色感觉可能比一些专业画家还要画得好 那么我当时是这样说的 那么其次 其实他这批作品 他是用了一种就是概念艺术的一种形式 就像以前 比如像美国的Jane Howard 就是用文字用数字来做艺术 我觉得他对这个观念艺术的把握应该还是不错的 艾靖他的主题就是 爱就是一个乐物这个主题 那么其实这个主题应该说很多艺术家 其实都做过类似的主题 包括我觉得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西方的艺术家 他好像也是用乐物做过雕塑的文字雕塑 是吧 也是在世界上非常有名的 但是其实我觉得爱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主题 那么但是其实不同的艺术家 他对同一个主题 他有自己的理解 那么我觉得爱靖 就是他 我觉得他不是一种那种宗教意义上的那种爱 他还是就是在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代 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的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 那么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情感 一种情感的传递 尤其是借助一个公共事件 那么把个人的爱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去传递给别人 那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对 尤其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中国的社会环境 我们可能过度的就是一种拜金主义 或者过度的物质主义 那么其实它可能更多的缺少是一种 就是你对别人的一种关怀 那么可能很多艺术家 他就不太屑于去从事这样一个题材 那么觉得这是一个很通俗的题材 当然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一个 可能很通俗的题材 它关键不在于题材置身 它在于就是艺术家他自己 就是为一为这样一种题材 去注入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个人情怀 我觉得从这一点说 我觉得爱静他就是特别的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真诚 而且几乎真诚到一种 可能有一种准宗教的一种情怀 这可能是我们 我觉得现在很多艺术家做不到的 接下来欢迎大家来看爱静的展览 那么展览的展览叫爱的所有 在今日美术馆2008年11月8号下午 欢迎大家来看非常精彩的作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